美中关系急剧恶化 不断追加关税的贸易战 也越打越吃烈 中国不接受讹诈 更不惧怕施压 大陆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联合国发表演说 对于美国追加关税 向大陆贸易施压 他说双方应达到以平等对话 解决贸易摩擦 而中国大陆为了维护自身权益 绝对不会妥协 不应是一方得利 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 更不能将一己之私 凌驾于所有人的利益之上 保护主义最终将损害自己 单边行动势必殃及各方 虽然没有直接点名美国 但字字句句却暗指 美方行进霸道 而近几个月来 华府与北京当局之间多次摩擦 王毅也试图缓和美中 急速升温的紧张局势 中国绝不会重蹈国墙壁坝的负责 也决定了中国既不会成为美国 也不会挑战美国 我们更不会去取代美国 世界两大经济体激战 也传出中国大陆为力保经济成长 低调下修部分地区秋冬季污染排放物目标 且放宽了钢铁建材高排放工业的生产限制 来舒缓贸易战带来的经济失速压力 此举也预告了北京雾霾 极有可能卷土重来 到时伤害层面势必再扩大 欢迎新闻江显东张远春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